開始了嗎 開始了齁 我只有看得到時間了 螢幕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我們這個禮拜 這個是這個禮拜今天第一次直播 因為就是要找空檔播啦 那這一台是奧迪的Q5 Q5的話一共分了兩個世代 如果是比較新款的 之前的話應該有做過影片 那這一款是一代的Q5 這一款的話應該是沒有做過直播拍過影片 可是這一台的底盤啊 它跟很多的車系都共用喔 譬如說奧迪的A4 B8 或者是保濕捷的Macam 這幾台車的底盤都是共用的 那這一台車的前面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所以它的上座 算是沒有上座的設計啦 所以這一台車 我們的設計 跟Macam的話都是一樣喔 把它的上座 沿用原廠一些橡皮 它原廠就是沒有上座喔 所以它的上部零件的話都做跟原廠一樣 所以前面的話是配置大概10公斤左右 後方的話是配置6公斤 都是做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前面的一個避震器 那到了比較新款的喔 它的懸吊系統的話 它上面就有一個上座了喔 所以一代的Q5跟二代的Q5 最大的差異是在前面的上座部分 它的形成好像也都差不多 這個是前面的 這個的話應該是都還原廠零件喔 原廠用到現在都還沒後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話 這台車喔 像我們早上安裝的CX45 這台的話兩個師傅 大概不到一個小時就搞定了 但這台車啊 前面算是多連桿 後面的話也是多連桿 所以拆裝上都會比較耗時喔 那現在單邊的話已經裝好 所以這台車如果要論一個施工的時間的話 大概啦 都要做到大概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半小時左右 這個是前面的彈簧 後面的彈簧在這裡 後面的上橡皮吧 我看一下 上橡皮是要沿用的 下橡皮是不需要的 這個是下方的橡皮 那上橡皮的話是沿用原廠的 還有一個是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後面的上座 上座的話跟Golf的系列一樣 都要沿用原廠的零件喔 上步 那今天想要降低的車高 這台車其實不像早上的CX45那麼高 這台車的話大概會比等一下降下來的幅度 會比原廠低兩指幅 就是像這台車有的車友會改成 艾把或者是其他品牌的一個短彈簧 降低的幅度也都是比原廠降低大概三公分左右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後面安裝好的樣子 後方的話 畢竟奧底Q也算是一個比較高階的車款 所以它的底盤零件很多的話 多連桿的部分都是用鋁合金的 都是鋁合金的連桿 這個是鋁合金的 這個下直幣 也是鋁合金的喔 那筒身的話在這個地方 上座需要沿用原廠的 在上座下方一樣設有一個 骨泥的旋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那它的彈簧因為後方 這台是Quarture的版本 Quarture的版本在這裡 所以這台車的話是四輪驅動的 然後後方的話有傳動手 所以在拆這一條彈簧的時候 不是很好拆裝 所以我們的調整機構是坐在下方 剛好框住它下直幣的這個孔徑 讓它不會位移 那這個彈簧的話是六公斤的規格 六公斤 筒身在這裡 車主也改了不少好料的喔 排氣管也有改 前後煞車的話也都有改 後方的話是改加蠟碟 前方的話這個算是多核賽卡鉗 六核賽的 那彈簧的話在這裡 這台車大概啦 里程數如果十萬公里左右啊 請車友 A4 B8也一樣 這台車也一樣 馬康的話也一樣 這個 它的上三角架 的橡皮啊 這個是消耗品 那不用換一整支啦 因為這個和上頭的話比較沒那麼快化 通常是這個橡皮 它會軍列會變形 所以這個橡皮的話 可以把這個支幣拆下來之後 把這個橡皮啊 用油壓床把它逼出來 把它做汰換 這個是這個車款 多連桿 比較容易會有 會是一個消耗品的零件 但這個車主我們自己 我剛剛拆下來的時候 有請我們師傅啊 特別檢查一下 這個已經有換過了 所以狀況的話非常的好 那它的桶身在這裡 桶身的話 上方的話 這條是寫9.5公斤 大概是9.5到10公斤左右 桶身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跟W213或W205一樣 它的防晴桿啊 跟一般賣花城的設計 是不太一樣的 防晴桿都特別特別粗 這個前面防晴桿 這台不是 這台是擴索版本 對 前方還有轉動手 那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形式比較特別 它是鎖附在下方的仰角 至於 屬泥的部分的話 從這個地方是看不太到的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上蓋 所以是在一個上式蓋裡面 才有辦法做調整 基本上拆裝的時候 是要把這個上式蓋 上式蓋這幾顆螺絲 這整個上式蓋 一起拿下來之後 才有辦法拆這個避電器 才會好拆裝 所以連同這個下方的仰角 一起把它拆下來 所以這個拆裝的時候 就會比一般的日系車 還要來得花比較多的時間 好 以上是今天奧迪Q5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謝謝大家 掰掰